乔帅摊牌了最新决定 辽兰三大王牌发飙 CBA三场101分汉将 征服姚明 大家好 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辽球 这一期视频呢 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南兰 聊聊近期中国南兰主帅乔尔加维奇 所摊牌的最新决定 这一次伴随着乔帅给出最新决定 也是让辽宁南兰三大王牌 将会在CBA赛场之上去发飙 去迎来个人的高光时刻 同时呢 伴随着CBA一位三场狂侃101分的汉将出现 也是折服了姚明 让中国南兰拥有了更多可以挖掘的潜力 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 和大家一起聊聊相关的消息 我们都知道在近期CBA联赛 依然在热烈的进行当中 而关于中国南兰其实整体的热度 已经有所下降 因为由于前期世界杯表现糟糕 南兰已经无缘了巴黎奥运会 所以说中国南兰在近期并没有非常大的赛事去举行 那么与此同时 当中国南兰表现糟糕以后 大家也希望南兰能够在未来迎来新的气象 希望姚明能够给到中国南兰球迷更好的一个答复 而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 南兰主帅乔尔杰维奇也已经回到国内 已经在CBA的现场去亮相 那么就在最近这段时间 乔尔杰维奇也是有了最新的决定 根据最新的消息 乔尔杰维奇将会在今天去观战辽宁南兰和江苏队的这场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乔帅能够亲临现场 其实我们也都清楚 主要是为了观察球员 为了能够为中国南兰新的阶段去选拔更加优秀的人才 而去试想这场比赛 乔帅他更多的关注范围一定是在辽宁南兰方面 毕竟辽宁队整体国手非常多 潜力球员也是很多 对吧 而这场比赛伴随着乔帅他的到来 相信辽宁南兰方面有三个王牌队员 一定会在比赛当中打出更加高光的发挥 能够通过自己的表现去获得一张国家队门票 那么这三个队员分别是张正林 以及后卫县赵继伟 以及封县上的富豪 三个队员呢 此前都是参加过中国南兰 那么也是在比赛当中打出过一些个人强力的表现 所以在新的周期相信这三位队员一定能够帮助 咱们中国南兰在场上给出更多的强势回应 像张正林的话 本赛季他的成长 我们也是有目共睹 那么伴随着乔帅的到来 他一定会在场上打出更好的表现 才能够给到更好的一个答复 那么其实除了辽宁南兰方面 联赛其他球队的其他队员也都在争取更好的机会 也都是拥有着一些能够来到国家队的可能性 在近期我们看到CBA舞台之上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相当强力的球员 这位球员呢 就是宁波队的阿尔斯兰 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阿尔斯兰表现相当亮眼 近期的三场比赛个人得分爆棚 那么在昨天晚上和北空队的比赛结束之后 阿尔斯兰三场比赛已经狂砍了101分 三场比赛个人助攻达到了31个 那么这样的一个表现 的确让所有的CBA球迷感觉到眼前一亮 同时也征服了南兰 征服了姚明 那么阿尔斯兰虽然说个人天赋比较一般 但是在场上他真的非常果敢 敢打敢拼 对吧 头脑非常冷静 那么也是属于目前宁波队的绝对核心主力 所以说未来一旦阿尔斯兰能够保持住这样的状态 那么他极有可能获得一张国家队门票 获得乔帅的青睐 最后我们也是希望CBA联赛能够有更多优秀球员的崛起 我们也是期待着中国南兰能够在2月份亚洲杯的预选赛当中 大显身手能够一选前持 对吧 谢谢大家